2024年3月4日至3月10日,每周资讯简报。 加拿大新闻。 一、由加拿大IRCC发布数据显示,加拿大永久居民申请量在过去的12月份急剧下降,同比减少73%。 中国的申请量更是下降了惊人的81%。 21。这一趋势的背后可能涉及多种因素,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调整和全球形势的变化可能是其中之一。 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多伦多遭到抗议者的抵制,无法进入安大略美术馆。 是威者高喊亲巴勒斯坦口号,导致美术馆短暂封锁。 这次事件凸显了特鲁多面临的政治挑战和社会对一些政策的不满。 三、根据书密院办公室向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提供的信息, 2024年加拿大总督的薪水将增加1.12万加元,年薪将达到36.28万加元。 这引起了一些关于公职人员薪酬的争议。 四、一名男子在加拿大被指控涉嫌家暴后, 趁着分居时闯入妻女家中,浇汽油并纵火。 这起犯罪行为发生在原定出庭的那天早上, 该男子将在监狱中再待11个月。 五、多伦多市港区的樱桃海滩上, 去年10月9日发现两条人腿, 随后几周警察还警在巡逻中, 又在水中找到一个人的躯干。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怀疑是一起人体肢解案件, 调查仍在进行中。 六、沃泰华市巴尔黑文区的一处住宅内, 发现了6名死者,其中包括4名儿童。 警方称这是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正在全力调查案发经过。 七、一家多伦多的餐厅引发争议, 因为他们采用合法而透明的商业做法, 在账单中加收探成本费, 导致顾客需额外支付35%的小费。 这引起了公众对餐饮业收费政策的关注。 八、尽管加拿大总体通货膨胀在1月份降至2.9%, 但房屋维修和更换成本的飙升导致保险费用上涨。 气候相关的灾害和更高的保险赔偿, 也是导致上涨的主要因素。 九、多伦多一男子的邮箱, 被塞进20只手长大的活蟑螂。 原来是邻居错误地收到了 他们为了养蜘蛛和爬行动物而订购的高蛋白零食。 事件曲折尴尬, 引发了邻里的一些笑声。 时,一位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在 AberEats送餐食心仅为四刀多的用户, 引发了激烈的城市零工工作困境讨论。 据悉,AberEats送餐食心较低, 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类零工的待遇和劳动条件。 十一,在Wood Bridge地区, 一名未成年女孩遭到枪击, 附近发生汽车聚会。 警方迅速展开紧急调查, 尚不清楚伤势程度, 但因为涉及未成年人, 警方将此案列为严重案件。 十二,加拿大航空一架客机起飞时遭到雷电击中, 实习飞行员Evan West成功录下了这一次机瞬间。 飞机事后成功完成飞行, 为乘客和机组人员带来一场紧张的经历。 中国新闻 一,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取得重大突破, 深地塔科一景的钻探深度突破一万米, 成为世界路上第二口, 亚洲第一口垂直深度超过万米的景。 这一成就标志着, 中国成功攻克了特深景钻探技术瓶颈, 为我国在深层油气勘探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二,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和近二成的儿童 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 使中国成为全球超重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引发了社会对于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广泛关注, 呼吁采取更有效的健康管理措施。 三,消息透露, 中国即将公布第四艘航母的消息, 并将延续以省命名的传统。 这一举措显示了中国在海军建设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四,专家研究发现, 中国HPV感染首次年龄高峰, 出现在17到24岁之间, 大学生成为感染的重点人群。 这一发现强调了对于HPV防控和教育的紧迫性, 呼吁加强大学生群体的健康宣传和疫苗接种工作。 五,金价再次破655元, 许多人纷纷卖出变现。 专家提醒短期内对金融市场保持谨慎态度, 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市场动向。 六,淘宝发布的女性创业报告显示, 销售额百大店铺中, 女老板占比达54%, 超过了男老板。 这一数据凸显了女性在电商领域的创业活力和影响力。 七,2024年, 我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将提高20元, 这一政策将汇集广大退休人员, 提升养老金的发放水平。 八,教育部部长宣布,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60%, 在全球位居第一。 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在提高教育普及率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九,最高法公布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案达123万件, 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位居首位。 法院正持续努力加强司法公证和刑事审判工作。 十,国足正式发布最新的31人大名单, 包括三名入籍球员李可、艾克森和费南多的回归。 新任国足主教练表示, 球队的最终目标是冲击世界杯。 十一,央行表示, 我国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的空间, 后续可能继续有降准的空间。 这一政策有望进一步支持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十二,中国政府决定从3月14日起对瑞士、 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 比利时、卢森堡等六个欧洲国家实行免签政策。 这一政策将进一步促进中欧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 国际新闻 一,泰国计划修改代孕法, 以允许外籍夫妇及性少数群体在泰国进行代孕。 这一变革将为更多夫妇提供生育选择, 同时也可能吸引国际夫妇到泰国寻求生育服务。 二,英伟达的市值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三大上市公司。 这一成就标志着英伟达在科技领域的强大地位, 引起了全球投资者和科技产业的广泛关注。 三,美国计划对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 进行安全风险审查,引发中方回应。 商务部指责美方以安全为借口, 意图阻碍中国汽车正常出口, 加剧了中美贸易紧张局势。 四,日本股市的日经225指数, 首次涨破4万点,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成就使得日本考虑宣布通缩正式结束, 为经济发展注入信心。 比特币短线触及6万6千美元, 狗狗币,柴犬币等跟涨, 加剧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活跃度。 五,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档期已正式订稿, 将于7月26日晚7点半拉开帷幕。 有趣的是,运动员将以独特的方式乘船出场, 整个仪式将动用180艘船, 为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六,年过半百的拳击传奇泰森宣布将在7月重返拳台, 与27岁拳手进行对决。 有消息称,泰森的出场费或将超过20亿, 这场比赛无疑将成为拳台一大瞩目焦点。 七,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希腊总理在访屋期间遭遇俄方空袭, 导弹在距离泽连斯基与希腊总理车队500米处爆炸, 造成5名乌克兰人不幸丧生。 此次事件将使无锡两国的外交局势更加紧张。 八,乌克兰政府宣布将不再续约过境协议, 该协议将于2024年底终止。 这一决定意味着, 乌克兰将停止俄罗斯天然气在其境内的过境, 引发了能源供应方面的一系列关切。 九,法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一步, 成为全球首个将堕胎权纳入宪法的国家。 女权组织认为这是重大的胜利,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形容这是法国的骄傲。 十,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表态支持强制出售TikTok, 并透露国会众议院计划在下周三进行相关投票表决。 这一决定引起了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弹窗动员, 号召其1.7亿用户反击封禁法案。 十一,海地首都太子港遭遇大规模武装团伙袭击, 造成4000名囚犯越狱。 面对紧急情况,海地政府宣布首都区域进入紧急状态, 并美国政府紧急要求在海地的美国公民尽快撤离。 事件引起国际关注,持续发展中。 十二,韩国官方宣布, 在从日本净钢线进口的糖果中检测出少量放射性物质——色。 此消息引起关注,韩国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物质来源以及可能的风险。 此次检测结果可能对两国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产生影响。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最新的《环球邮报》文章揭示了一场加拿大经济的悲剧, 这一消息让加拿大民众不禁陷入深思。 截至2024年3月,加拿大正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 人均GDP已经回到2014年水平, 而且远远之后于其他国家, 尤其是与美国的比较, 更是显示出三倍的差距。 文章中透露的数据令人震惊。 1981年,加拿大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92%。 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73%。 在过去40年中,以美国为经济标杆, 加拿大经济持续陷入贫困, 且看不到明显的改善。 就连加拿大最富裕的能源大省阿尔伯塔, 其人均GDP在美国的排名也只能位列第14位, 而BC省甚至比美国的肯塔基州还要贫穷。 最贫困的五个省份, 在全北美最贫困六个州省中, 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 报道还强调, 加拿大曾在经济上自信满满, 与美国进行钱包比拼, 但如今却被美国甩得远远的。 这种转变导致加拿大主要吸引来自南亚裔国家的移民, 而真正的经济精英更愿意在美国追求财富。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第四季度, 加拿大人均GDP再次下降, 这是过去六个季度中的第五次下降, 也是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时刻。 通胀因素考虑后, 人均GDP目前低于2014年第四季度水平。 《环球邮报》指出, 加拿大经济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 房地产、加息或降息引起的, 更是长期存在的低生产效率导致的产能衰退问题。 这种衰退犹如人体衰老, 即便认识到问题也难以逆转。 文章指出, 在过去的70年里, 加拿大曾以每年5%的高速增长维持经济, 但随着时间推移, 增速逐渐下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经济停滞将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负面影响。 到2040年, 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5%, 这将给加拿大带来高达3.9万亿加元的财政负担。 报道最后警示, 唯一的出路是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文章指出, 如果加拿大不能纠正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未来将会继续滑向深渊。 这一趋势可能不仅会影响生活水平, 还可能加剧社会内部的各种分歧。 如果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社会内部的各种分歧, 无论是阶级、代际、性别、种族还是地区之间的都可能进一步计划。 二、最新政府官方通告中, 加拿大宣布对墨西哥公民的签证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根据政府官网新闻稿, 截至2024年2月29日晚上11点30分东部时间, 持有有效美国非一民签证, 或在过去10年内持有加拿大签证的墨西哥公民。 且持有墨西哥护照, 并通过飞机旅行的人将能够申请电子旅行授权AT。 由于目前持有美国签证的墨西哥公民众多, 大多数人将继续享受免签前往加拿大的便利。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将需要申请加拿大访客签证。 这一调整是为了应对墨西哥庇护申请激增的情况, 一些难民申请被拒绝, 撤回或放弃, 以确保移民和难民系统的健康管理。 为了减缓庇护申请者涌入魁北克省的情况, 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勒哥说服联邦政府采取更多措施。 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局的统计, 去年有超过2万5千名墨西哥人申请庇护, 使墨西哥成为庇护申请的最大来源地。 目前在移民局中积压的墨西哥申请数量超过28000。 这项新政策预计将影响约40%的前往加拿大的墨西哥旅行者。 同时,这一调整也是为了响应美国政府的要求, 以遏制从加拿大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公民数量的急剧增加。 新签证将有效期为10年, 允许旅行者多次进入加拿大, 并每次停留最多6个月。 海关官员将有权自行决定签证的持续时间或访问次数。 为了缓解与墨西哥政府在签证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据悉,沃泰华已同意扩大墨西哥公民可以在加拿大工作的领域。 然而,具体谈判仍在进行中。 魁北克省省长表示, 庇护申请者给该省的社会服务和财政带来沉重压力, 特别是在住房和教育方面。 他表示, 新政策是一步重要的进展, 但联邦政府仍需采取更多措施, 以分配庇护申请者以减轻魁北克省的不成比例的责任。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国内问题是政策变化的主要动机, 但美国的压力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因为许多移民最终目的是进入美国。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周, 下周见!